歡迎收看 歡迎來到製作新 動輸給獎金 好 動輸給獎金 謝謝 導演好 李昂寧 老師最近出書對不對 我在廣播裡面都聽到 已經講鬼故事了 是 很輕柔 好 這個 不期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來 不期突然想出鬼故事 是 硬驚啊 因為我是以前研究人類的兩性 後來 不是研究 漠漠的網信 是 都無兩性 在山裡面研究完了 嚇到了 再來沒得研究 研究人鬼 陰陽的兩性 人羊的兩性 人鬼 有時候人嚇人嚇死人 不過我是希望各位觀眾 包括同學 先不要買這本書 為什麼 拿錯了 這本是給你的 為什麼 因為他滿恐怖的 是 雖然有的是很感人 有的是很好笑 但也有很恐怖的 所以你先 到書店先試看一篇 覺得受得了再犯 對不起 嚇到你 謝謝谷瑩老師 來 謝謝 阿玉來聽聽看 最近都在出外景 就是喜歡到處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對 我最近去印尼 印尼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習俗 是 就是他們一年的某一個時段呢 這個拖拉雅族呢 他們就會 把他們親人的屍體拿出來 唉唷 然後就是 這來幹嘛 化妝 蛤 化妝啊 然後呢 還幫他穿衣服 帶他去逛街 這叫港師傑嗎 對 跟他講一些 最近家裡的八卦啊 發生了什麼事啊 聊聊天啊 把他當正常人這樣子 對 可是在中國西數來講 不會打擾這個祖先這樣 睡得好好又把他挖起來 在某的時候出去晃 在我家 就流進去明年又挖起來 他們是希望這個祖先 因為這樣子 他可以早點投胎 是 每個地方風暑真的不一樣 對 對 那 昂寧 昂寧有什麼 我最近也是去了雲南 然後在那邊 在蘆孤湖 雲南的蘆孤湖那邊的草宿名 叫摩梭人 然後他們就是可以有一個 走婚的制度 所以我差點回不來 可是他們必須要參加 他那個勾我完會 然後就是 你如果看中他 你可以 摳他手心 摳三下 好可憐 沒有 都可以摳了 就OK了 就今天還OK了 可是你可以以讀不回 你也可以摳嗎 他如果摳你以讀不回 我摳人家 所以你會看到正點的對不對 還不錯 所以他們都長得很漂亮 現在應該有很多 那種外面的觀光客 去那邊 對 你們這邊見識風 回過頭不知道聊什麼了 沒有 我們今天已經走過一個 所以我們都可以聊 雖然我們沒有出外景 但是我們也要分享一些 旅行的事情 聊旅行 OK對不對 因為我很常去韓國 因為韓國的習慣呢 它是可能吃烤肉 或吃什麼什麼辣草雞 一次都要兩人分 什麼人參雞就是人參雞 沒錯 所以我要教大家一個小PayPal 什麼樣子 就是你要是一個人去旅行的話呢 通常我老就會在 像我今天我很想吃烤肉 我就會在烤肉店的門口這樣 站來站住 這樣子會有人來出 豬家 對 人家會被拒絕 怎麼賣 比如在那邊走豬帶兔 然後只要看到是 可能有落單民眾 或者是可能有兩三個大學生 可是他是韓國人 你怎麼跟他合作 因為我韓文 你也可以用英文 你韓文還不錯 用韓文一點點去跟他講說 可以一起吃飯 哇 通常 他們不會拒絕 當然 但是他們會被拒絕 然後身材又好 過去應該會被拒絕 一定會被拒絕 你不會 我要找老伯伯的 沒有 只有我自己都可以拒絕 妳現在要講什麼 妳一個人 兩人分都不夠 妳還招手 對啊 別揪手 妳說真的 現在全世界這麼動蕩不安 一個人旅遊 不會像以前那麼樣的 對啦 還是要注意 蔡允潔要分享什麼 出去旅遊 計程車是最方便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常常出去坐計程車 都會被騙錢 因為他每次都會說 這個量 譬如說兩百 可是其實跳錶只有一百零五塊 所以你以後去搭計程車 你什麼都不用講 什麼語言都不用會 你只要比那個錶 OK 他就會說OK 然後就可以上車了 不過跳錶 跳錶在巴黎就不一樣 我在巴黎坐計程車 你會得心當地 為什麼 他錶不是用跳 用滾的 然後一二三四五個 一二三四五個 一二三四五個 速度很快啊 光車飛就不得了了 出去旅遊是一件 很愉快的事情 但是很多細節要注意 或者是常常會有人這個 書架上很多人 去旅遊的一些書 你要多看一點 旅遊書 那你就知道 你可以節省哪些 沒有要注意 不要像一張白紙 偷偷傻的被人家打 所以我們今天跟價錢有關係 就進行我們的顧價 歡樂How much 來 請 叫賣 各位來叫賣 一提是二十萬 來 請 來 一開始要介紹的是一個小東西 來 上班族跟學生 最長的時間都待在哪裡 辦公桌跟書桌前面 一整天待下來 有可能那個心情就很不好 為了要安慰一下自己 受傷那個 育主的小心靈 可能就要喝個咖啡 吃個小點心 吃個小餅乾 對 但是最怕就是用到整個桌上 都是 用到整個桌上 你看 像這個 這個叫做咖啡粉 不小心打扮了在桌上怎麼辦 你一般正常都是拿這個 這種人在掃 我跟妳講 怎麼掃就掃不清 這個要怎麼清理 我現在要介紹一個小東西 來 體積小 而且不佔空間 來 很方便 給它打開來看一下 你這樣把它鑽整個來 裡面裝了兩顆三號電子就可以了 注意看 最小的聽 來 三磅 兩顆不夠輕 開口把它拔開 輕輕 咖啡粉今天都不見了 來 除了咖啡粉之外 辦公室書桌最常會遇到什麼 紫屑 像筆擦粉 有沒有 這個紫屑 這個很輕 一般你要用掃的話會贏的 對 掃不掉 看好 直接就把它吸進去了 這麼大 而且吸了不少東西 有看到 然後要怎麼清理 很簡單 這邊我們開關把它關掉之後 這邊有一個按鍵按下去 打開 有沒有 髒東西 好 好 這個 不用擦電 裝電池 因為你如果是插電線的話 一條電線在那邊也不方便 來 來 桌上行了 小型的吸塵器 迷你吸塵器 請估駕 哪一個台灣的 國安 這個來自美國 美國 美國來了 美國來了 過減水 來 美國來 而且不佔空間 來 喜歡的話 來 請估駕 來 趕快 十 九 八 七 六 美國來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哪一邊先呢 瓜哥 你這 瓜哥 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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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因為我們常常自己會在臥室吃飯的 然後掉得滿地就碎碎碎 解也解不起來 可是以你家的 你家的大小你買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 有時候你吃的範圍 你自己的範圍會掉一大堆啊 對不對 這在家裡的螞蟻跟蟑螂 是很不幸的消息 對 好 這個一邊寫多少錢 三百四十九 三百四十九 四十九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 既然 我們監隊的族群是上班族 可能小資 或是學生 他們不太可能花超過五百塊 去買一個這樣的機器 而且它雖然是創意 但它不是一個專利 因為這種機器有了 所以價錢不應該太貴 好 三四九這邊請公布 四百九 太貴了 沒有 我們也覺得是小資 所以費用可能不會太多 但是它從美國來的 任何東西 只要掛上粉紅色的 就會長一倍 誰說 真的 很多什麼相機 什麼粉紅色 就是比較貴 你講的是皮膚顏色吧 對啊 你會不會嗎 真的啦 好 四百九 三百四十九 請公布正確 來 迷你桌上型的吸塵器 三百九十九 等一下 三九九 三九 對啊 這差一百啦 對啊 一百 來 恭喜 三九九算便宜嗎 四百塊還有找 最早一本 所以我們提供的一定是最便宜的 最好用的 各位參考一下 接下來我們叫賣個叫賣第二樣 第二樣 叫賣個請 第二樣東西一樣是針對上班族跟學生 剛剛有講過吃東西嘛 就要喝一下飲料 還對 不管是喝咖啡或是喝烏龍茶 花茶藥膳茶 來 我現在要介紹 來 看了 有沒有看到很簡約的設計 對 簡單 裡面有一個濾網 還有濾網 裡面有一個濾網 你喝花茶 喝茶葉或藥膳茶的話 就不用怕去吃到裡面的食材 來 好 一般我們喝茶 尤其是上班族 學生有的時候這樣 你喝茶 喝咖啡 喝完之後 你可能蓋子就忘記把它蓋上去了 就放在桌子上了 有可能是你一忙之後打報告 寫文書 來 你在寫論文 一忙的時候可能轉個身 這個杯子可能就倒了 來 看了 它是一個保溫不倒杯 看了 看了 這個保溫不倒杯很厲害 它不是磁吸的 不是磁吸 磁吸早就已經死了 可以 這個是任何的 任何的材質都可以吸上去 來 我們簡單來 這個是紙盒 看了 紙盒直接拿起來 它就吸出了 沒有耶 磁吸盒 來 看了 這個是 你們看 還保不起來 好 來 它是一個魔法的 魔法的這個 來 一個吸盤 來 這個是一般的紙盒 來 現在這個是玻璃 玻璃 看了 直接給它放上去 它就放進去 還不倒 還不倒 來 見證奇蹟的時刻來了 來 這樣子吸上去 來 直接把它打開 可以 我一切不倒 連螢幕也可以 連螢幕也可以 誰為了吸螢幕 對 會吸螢幕 連螢幕也可以 三零四不鏽鋼 寶兵寶溫的這個 布倒杯請估駕 而且它這個還有一個濾網 對 有一個濾網 怎麼那麼厲害 對啊 你是要放 對啊 拖子沒有放 你臉上有油啦 那個平滑的表面 用平滑的表面才可以 你這樣子拍到它都不會動 它就不會倒 好 來 厲害 寶溫的布倒杯 最後來 請 等一下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來 剛剛 這邊輸的小資玩家請 來 忘記補充一下 這個是美國來的 好啊 要騙我 來 請下 好了 這個 六九九 六九一 這邊來 等一下 我看這邊多少錢 來 請看 一二八零 來 你們先講 六 因為我覺得 我們今天還是要講就是小資嘛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剛剛有說是 還依然是針對上班族跟學生 所以我覺得 上班族跟學生差不多就是這個價位 他們會買 你那個價錢大概咖啡店的保溫杯 你們很奇怪啊 學生沒有錢 學生 家長沒有錢嗎 你怎麼可以 這邊是一二八零請講 因為我覺得一般的保溫杯 大概就是那個價錢 但是這是鋼琴烤漆 又有鋪鏽鋼 再加上很厲害的這個吸盤 可是這量產了 這量產了 沒有 大概一千出頭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價錢 一個接近七百啦 一個是一二八零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神奇保溫不倒杯 五百萬 有太便宜了 量產的 這個比較便宜 學生啊 我跟你講 我們所有公司 都是我們製作單位去找出來 跟叫麥哥去找 就是要找到便宜 因為叫麥哥在市場賣過很多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 那個不倒保溫杯 有三個要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三個 等一下 公布正確解答 公布還在市場賣過 三個 好 來 請 現在那個歡樂製作單位 官方粉絲頁來 對 好 我們這加入就有機會 回答相關問題呢 參加活動 按讚 分享 就有機會抽到他 現在雙方平手 請叫麥哥進行第三樣叫麥哥 第三樣叫麥哥請 來 現在介紹第三樣東西 就跟人人都有關了 不是上班族跟學生啊 人家說民以食為天嘛 是 吃很重要 對喔 但是吃東西小問題 要洗東西才是大問題 對 一般正常我們家裡面洗東西 洗碗盤都是用清潔劑 我現在要介紹的叫做 油切水龍頭 你現在要洗碗盤 不需要再清潔劑了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來 這個是一般 一般的這種 瓷器的碗盤比較好洗 但是如果塑膠了就不好洗 因為它會吸污在上面 會黏 醬會黏在上面 這個叫做豆瓣醬 直接沾在上面 好 來 炒肉醬 再給它抹上去 來 再加一個這個沙茶醬 這很油的 來 開一下 選擇用看的就覺得油了 測試一下 稀油麵汁 直接給它放上去 有沒有看到 這樣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油都在這上面了 來 好 我們現在是不用任何清潔劑 我們這是乾淨的水 怎麼沖很簡單 來 這個油切的水龍頭 這邊是正常的水 你要把它搬過來 然後把水龍頭打開 只要一條乾淨的抹布 沾水之後來 我們這樣子把它刷過去就好 所以不用清潔劑 直接用清潔劑 就像沖乾淨也油油的吧 一般媽媽要怎麼看碗盤乾不乾淨 她都是用手下去抽嘛 對啊 用手來抽看看 有那個乾淨的聲音 來 嘰嘰嘰 而且瓜哥剛剛上面混了 這麼多的東西來 瓜哥聞一下有沒有味道 上面不會有任何的味道來 那個苦林老師聞看看 有 你手指的味道 喂 有肉味 沒有 這是一般的塑膠來 我們用陶食再來測試一下 是不是一樣 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這樣子給它抹上去 來 豆瓣醬 然後這是烤肉醬 然後這個是沙茶醬 我們再加一樣好不好 來 這個是沙拉油 沙拉油加醬油 肉油的 現在是可以適用色種材質 一樣的用法 來 水給它沖 來 抹布這樣子給它擦過去就好 輕輕這樣子給它擦過去就好 嘿 水那麼小也多一點耶 而且你只要水夠大的話 你直接用水沖就可以了 來 再來測試一下 因為是棚內水壓沒那麼大 對 因為來 我們是用抽水馬達 要聽到嗎 除了這樣子它可以清潔之外 像我們 洗蔬菜 洗水果 都會有殘... 農藥殘留 怕重金屬殘留的話 你直接這個水倒出來之後 泡在裡面 半個小時之後 半個小時之後 它就乾淨了 那你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裡面有這個東西 高科技的 綠芯嗎 高科技的這個磁石 來 磁石 有兩種 酒桃 鹼性石 大概 使用半年至八個月 要換一次綠芯 來 好 換一次打電話叫他們來換 油切的水龍頭請估計 這個 對 就跟這一個水龍頭 對 這一個水龍頭 那你現在有人家裡會用綠水 還怎麼可以改用這個 直接 對 就直接可以 加上去就可以了 對 直接裝上去就可以了 好帆喔 這個是台灣的 十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你們剛剛輸的 等一下寫好 好 寫好了 來 請公布 公布價錢 三九零零零 請公布價錢 三四八零零零 好的 對 為什麼 公布三九零零零零 我們覺得它 機子應該是 至少也要個兩三千以上 但它貴其實 是貴在那個磁石 對 所以這個必須要是一個 一般家庭可接受的價錢 是 三九零零是很OK 就是它整個機組裝下來 是OK 來 這邊 那這邊呢 我們也覺得差不多 三千多塊差不多 一個小家庭 主要是石石嗎 現在是健康取向 對 好 三九零零的三四八零 請公布底價 來 油切水龍頭 2,900元 3,000耶 很便宜耶 重點是我們要問了啦 八個月之後 我們換這個多少錢呢 換一次要多少錢 一千塊 換一次一千 綠香 綠香要一千塊 OK耶 還是很便宜啊 他這個弄出來的水 可以直接就是煮滾水嗎 可以 他就是 不能拿來洗米 為什麼 因為米會吸水 它吸進去之後 它會把澱粉什麼 它的營養成分瓦解掉 所以洗米會破壞米的營養價值 好 謝謝叫麥哥 謝謝 謝謝 A組很辣 A組是小隻玩家40萬 B組是冒險玩家 是 進行A組40萬獎金挑戰 A組40萬 B組20萬 這裡面有名單的是 蘿莉塔 第三名 第三名 對 罰財了 40萬 那是跟黃豪平 跟紅獨拉斯嘛 對 所以隊友很重要 其他地方有得過啊 巴鈺不是有一次 沒有 差一點點 我們差一題就拿到了 我怎麼感覺 蘿莉塔有拿獎金沒有啊 有 剛剛 剛剛不是在宣我嗎 40萬 40萬啊 第三名 是 妳沒有啊 沒有 差一點點 加油了齁 希望能列入獎金排行榜 第一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1 看漫畫 2 看卡通 3 打電動 請出題 除了讀書以外 休閒娛樂也很重要 請問下面哪項娛樂 有助於學童的學習能力 看漫畫 看卡通 打電動 計時開始 幫助小孩的學習能力 我覺得 應該是打電動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愛上一款 就是那個智力的遊戲 我覺得這對我的腦部有發育 有幫助 妳現在還有在發育嗎 但是 我想 像很多還沒讀書之前的小孩子 他們都在看卡通 所以應該是卡通 有一點 有很多教材都會畫成漫畫 有互動的 我小時候也在看那個漫畫 像什麼歷史 尤其是歷史故事 都會被畫成漫畫 都是學小常識 對啊 都是漫畫 但它寫的是學童 學童 學童 大概是年紀要再小一點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以卡通 就是又有聲音 然後又有畫面 打電動你才會動腦 因為你要過關 小孩子打電動 最多都盡視 盡視跟智力無關 還是想學生不喜歡 高速技師準備 人家不喜歡玩智力遊戲 加油 真的 真的是卡通 還是要用卡通 卡通 不是卡通 誰要選來了 好 卡通 好 一看卡通 會有助於學童的學習能力 第一組插花請講 對 打電動 打電動 差五萬 差這麼多 很簡單的大人講 因為看漫畫跟看卡通 你是被動性的接受資訊 只有接受而已 但打電動 雖然打長時間 可能會對身體或眼睛不好 但是你有主動性 你有參與在其中 必須用到很多腦 主導性在自己 對 學童懂嗎 就打電動 看卡通是你可能有聯想 看漫畫有個聯想 不是主動要去做 你已經不能改了 不用急 對 多少錢 五萬 來 剪 打電動 你是看卡通 三 二 太棒了 要轉 為什麼要變了 為什麼要換你了 要換你了 要換你了 算你來剪 算你算來剪 根據澳洲研究 常玩線上遊戲 對於學校成績有助 在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需要破關解謎的能力 無論是在數學啦 閱讀啦 以及對於科學上的愛好 電腦遊戲 都是能激發學生這方面的潛力 不過如果沉迷於臉書 社群網站 反而是對成績有傷害的 對 來 下一位 但是也不要沉迷 你們現在有25萬 這麼簡單 25萬 好 來 第二 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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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腿 二 小腿 三 腳底 請出題 好 若身體濕氣重導致水腫 可以按摩哪個部位來改善呢 大腿小腿還是腳底 大腿 第一次開始 一定是大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出去的時候 不是都在敲膽筋嗎 他們說可以消水腫 所以膽筋就在大腿的旁邊 所以一定是大腿 對 因為我平常不給人家 我不敢按摩 所以我一點不太知道 如果要我猜我會猜腳底 因為不是有那種腳底的 什麼素液筋 接在腳上 然後吸那個吸濕的 通常會覺得是腳底 因為人家就說腳 就等於是 腳的那個腳底 代表你整個身體啊 你說腳底按摩的時候嗎 對啊 就是可能哪個地方 像眼睛嗎 你們兩個都喜歡按摩 我按摩的人 只針對濕氣來改善水腫 那個小結束的敲膽筋 是 對 六 三 七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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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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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六 五 六 十 五 八 八 八 小腿在哪裡啊 大概是這邊嘛 是吧 我知道這個地方有很痠的地方 它那麼高 超痠的 對啊 有時候體內牌師 可以常按那個地方 對 蘿莉塔還在第一題喔 來 第一題都好 他們是不是 因為蘿莉塔有拿過獎金 所以大家怕她 要壓手 那就一個人過八題啊 一個人過八題啊 對啊 來 第一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學獎 一 戴口罩 二 吃廟裡的喜糖 三 喝汽水 請出題 好 想脫離單身的人注意 請問拜月老廟時 最好不要做什麼事情 以免姻緣不順 所以你去拜月老的時候 要做哪... 要忌諱做哪一件事 對 不要做 不要做 戴口罩嗎 還吃廟裡的喜糖 還是喝汽水哪一件事不要做 以免姻緣不順 計時開始 有人可以 來 喬心有拜嗎 我之前有拜 絕對可以吃喜糖 我覺得是戴口罩 戴口罩感覺很沒禮貌 因為更好要看清楚 你長相啊 對喔 對不對 而且拜拜妳知道 戴口罩沒禮貌 其實我曾經去一個地方 拜月老的時候 他叫我喝汽水 而且要在廟裡面 喝到打嗝才能離開 為什麼要打嗝 為什麼要打嗝 因為他就是說氣才會順 你就會找到你的姻緣 因為你可能卡住了 對 你卡很久了耶 對啊,怎麼會這樣 就是戴口罩 倒數計時 是戴口罩 誰戴口罩 誰戴口罩 應該也是確定的 你們要戴口罩 戴口罩 戴口罩 沒有超嗎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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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注音符號 二 韓文字母 三 英文字母 請出題 請問 下列哪一種拚音方式的字母 數量最多 這時開始 數量最多 曉昕不是會有一點韓文 韓文有幾個 韓文有幾個 因為英文是二十六個 這我們都知道 對 英文最少啦 對 現在最多 現在是關鍵你韓文你都知道 但我沒有記有幾個耶 但應該是韓文啦 因為它有很多個 你看韓文有沒有超過注音符號碼 大家有希望它是有多加一些算嗎 注音是不是比較多啊 應該是韓文啦 注音好像有 沒有 韓文是韓文 你確定嗎 我覺得是注音 沒有 韓文好叫你 倒數計時 注音別問少 記得韓文 每一個是韓文都確定是韓文 韓文 韓文 你確定韓文 韓文 我要選 選哪一個 你們兩個都是韓文 我覺得是韓文啦 他們真的就只能 OK 來 不能改囉 時間到了 怎麼會去選韓文 奇怪 來 B組插畫請講 我們選注音符號 全世界最難就中文啦 對啊 注音符號那麼多 這還有什麼考慮嗎 韓文其實有的發音是其他語言 就是有的它沒有 所以我剛才就在想 因為它的那個像韓文 它的中音 它的ㄅ 它有一個ㄅ或是兩個ㄅ 所以我不知道它這樣子算兩個 還是只算一個 對啊 所以連你懂韓文的都不知道 可見得一定是注音符號比較多 所以你們選中文 對 多少錢 兩萬 兩萬 兩萬注音符號 全世界的學藝人 外國人都說中文是最難學的 中文又捲舌不捲舌 還聽他們講 這兩個笨蛋一起韓文 我想說那個喬心說 他韓文很厲害 我沒有,他很厲害啦 搞不好他們答對了 來,請剪 來,我們跟家族打 好,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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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代表他自己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那個符號嘛 英文有二十六個字母 注音符號有三十七個字母 韓文有四十個字母 其中原音字母有二十一個 譜音字母只有十九個 所以加起來是四十個 所以剛剛有他講的譜音嘛 什麼重音在加 好厲害喔 謝謝姚姚 謝謝姚姚 那這麼講 你覺得韓文會不會中文難嗎 沒有,我覺得韓文不難 就是因為其實韓文就是 像剛才昆長老師講的 你只要看你就知道怎麼唸 但中文真的是 你只要沒看過這個字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唸 中文最難 做單位嘛就要求 第二題就出那麼難 沒有,沒辦法 太壞了啦 第二題就這麼難 難的他們比較會 簡單的他們都錯 對啊 我們字上比較高一點 好 第三題喔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三個月 二、八個月 三、一年 請出題 根據英國調查 女性交往多久之後 就會對另一半沒興趣 甚至性能感 計時開始 妳們三個月 她說女性是不是 妳們三個月覺得呢 我覺得三個月應該可以 三個月不可能 因為三個月是熱烈 對,對女性來講 三個月不可能 還是很白對方的 不是,我 她說三個月到另一年 三個月一年 因為三個月差不多 該完成的都完成了 也太花心 也太快了 完成是一回事 但意思是說 妳會不會再繼續想要 妳完全不想要 妳就太快了 那不要跟她結婚 她很可怕 對啊,好可怕 所以妳們會愛一個人是不是 對啊,妳會愛一個人 不是,她的意思是說 妳三個月之後 妳連做都不想做嗎 因為款式都一樣 沒有 我跟你講,她的想法是 她想法是男生的想法 因為通常女生就是 性跟愛是何來的 愛對方的男生 八 應該就是最好 應該一年 因為我們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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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一年 專親的 蘿莉塔 一年 還真是半年的玩意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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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英國男安 普通大學研究 發生許多女性都在 不情願的情況下 跟伴侶發生關係 有嗎 什麼叫不情願 對啊,那是不愛對方啊 有些女生其實很抖動 或者一時衝動 對,或者一時被迫 就是起來後悔這樣 對啊 半追半救 於是在過程當中 會與敷衍滿足對方 長期累積下來 會讓人開始排斥性行為 導致性能感 女性大概一年 就會對同一名伴侶性能感 但在各種因素之下 只能被迫與敷衍的滿足對方 那為什麼還要做呢 對啊,好奇怪 因為大不回收 衣物啊,夫妻有旅行同居的衣物 代表,因為男生還想辦法 他現在不是夫妻耶 對,他現在是說辦旅行律而已 其實這個關係啊 是在每一個戀愛關係 一定必備的要素 如果太久沒有做 反而更快導致粉絲 第四題啊,第四題 重點是怎麼過關吧 來,第四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一、愛化妝的人 二、A型血的人 三、皮膚白的人 請出題 蚊子常常擾人輕夢 請問下列哪種人 最容易被蚊子叮 計時開始 最容易被蚊子叮 這個好難哦 我覺得是愛化妝的人 因為酸性體質 是因為我們常用化學的東西 導致我們身體變酸性 不可能 那這樣 男生基本上就不太容易被咬 但是通常被咬是因為 是因為他的體溫高 所以我覺得愛化妝可能先拉掉了 那是什麼 皮膚白會有意思嗎 皮膚白應該沒關係 蚊子喜歡吃O型血吧 對 那就皮膚白的 那該不會是愛化妝的吧 皮膚白啦 可是請問蚊子怎麼分得出誰皮膚白 所以你意思說 但是好像 通常皮膚白的人 好像真的比較容易被咬 因為他們被咬比較明顯 不是,因為蚊子 它是黑色的 所以看到黑人就不知道它是 是 應該是 應該是 可是我覺得是愛化妝的人 皮膚白 愛化妝 不要這樣 愛化妝 愛化妝的病 暫停 選擇的是皮膚白的人容易叮 來,B組插話請講 皮膚白的 我們也有選 覺得皮膚白 其實真正正確的答案是 體溫高對不對 還有你呼出的二氧化碳 比較多對不對 因為沒有這個選項 但是剩下因為沒有這個選項 蚊子不可能先幫你驗血 是A型才叮你嘛 對不對 對 然後你化妝不化妝 對它來說也沒差 而且化妝還比較難叮 粉那麼厚 所以應該是 皮膚白的人比較容易找到血粉 要自分身 皮膚白的人容易叮 差多少錢 一到五百 兩萬 你現在還有二十三萬 兩萬,來,請剪 皮膚白的人 一、二、三 二 一 二 二 好 他怎麼化妝呢 他怎麼化妝 美國科學院研究發現 許多化妝品都含有 可吸引蚊子的化學成分 大多數乳液啦 護手霜啊 化妝品都含有硬的硬子酸 而且容易帶有花香味道 油味道啦 所以被蚊子叮咬的機會都會增加 好,三棒都打完了對不對 是 接下來是我們B組 二十一萬,請上陣 第一組 第一組 第一組,現在有二十一萬嘛 本來差一個五萬 然後輸了四萬 現在才三十一萬 二十一萬 二十一萬 也不錯啦 很夠很夠 第九名 如果過關是第九名啦 四題 總共四題啦 可以大聲討論 第一題請出三個單位選項 一、變色龍 二、蒼蠅 三、比目黎 一、二十一萬 請出題 請問哪一種生物的雙眼 是可以個別獨立活動的 計時開始 就是它可以 不一定要兩眼同時 對,它眼睛可以這樣動 因為我記得 我有在電視紀錄片上面看過 它眼睛是可以一個這樣 然後一個這樣子 對 然後它可以這樣過來 對,要這樣 沒錯,然後我很確定 因為它雙銀是護眼 然後比目黎是兩個眼睛 在同一邊 對 對,只有變色龍 它眼睛是可以各自轉不同的方向 變色龍 非常確定了 OK,確定 有研究過野生動物 謝謝 不要這麼嚴重 我都說你 變色龍 三、七、九、五、四、三 變色龍 就是你了 變色龍 三、二、一 出現了 出現了 是變色龍的眼睛能獨立活動 其一雙眼睛十分奇特 而且眼簾很厚 曾環形 兩隻眼球突出 左右一百八十度可以這樣轉 行動自如 左右眼可以各自單獨活動 不協調一致 可以鎖定目標 這種現象可以在動物上 是非常罕見 雙眼各自分工合作 既有利於捕食 又能夠即時發現有敵害 一方面捕食 後面看有沒有人殺你 厲害喔 這時候去門廳去看妹就好用 對 喂 第二題 四題過關了 第二題了 來,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一 行駛中沒打方向燈 二 行駛中壓線 三 考完下車忘記熄火 要罰錢 是罰錢 來,請出題 汽車考照強制入考 於日前正式實施 請問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 考生在入考時 最容易犯什麼錯誤 是行駛中 最容易 沒打方向燈 還是行駛中會壓線 還是考完下車忘記熄火 哪個最容易發生 計時開始 哪一個是最容易 你覺得你 打方向燈是不可能忘記的 我覺得打方向燈很隨手的動作 對,一定會 而且考生很緊張 他一定會計時的大力 壓線是滿容易犯的錯 而且他 可是因為他扣分扣最嚴重 但我覺得是忘記熄火 因為很多人考完 太得意 就太開心就走了 我也覺得 對 因為他 他覺得他過了 對,他覺得過不夠 然後一個得意就忘記了 得意忘記 是草原本人類的嗎 謝謝 好 不是,因為你必須要急 因為下車就叫起火 壓線或起火 OK,通常 起火 2 1 好玩 下車忘記 起火 得意忘記 2 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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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會有謝忻 因為它就實際產生了問題 對 不是陷阱的問題 不是陷阱 根據公路總局統計 考生最容易扣分的項目 是第一名是終點停車之後 下車沒有將引擎熄火 原因是不少民眾 因為結束考試太興奮 哇,扣掉 我都很完美 結果一鬆懈 導致下車忘記引擎熄火 或沒有拉手煞車 這個習慣大家很少有 還有打入P檔 你可能在N檔 就下來了 在最後關頭扣16分 而不及格 好重 這個才要哭吧 對,真的 好,接下來第二名跟第三名 則是行駛中有壓到實現的 還有上車沒有查結 車輛四周和車底 提醒未來想考照的民眾 這些都要特別注意 他是隱藏的一個殺手 好,接下來進第三題 加油 第三題再兩題 21萬了 21萬了 第9名 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1.長手臂 2.短下巴 3.招風耳 3.招風耳 請出題 片相 根據犯罪學家研究 在19世紀時 哪一種樣貌的人 可能會被認為是天生罪犯 哪一種樣貌 是長手臂還短下巴 還是有招風耳的呢 計時開始 在19世紀啊 這個我好像有在哪裡看過 我覺得應該是以面相為主 應該是短下巴或招風耳 不是 我記得我看過的是 因為 它跟力氣有關係 什麼 跟力氣 力氣 對 長手臂的人就 所以不會是 不會是臉上的東西 19世紀沒有很久以前 是因為他的身形 比較容易會犯罪 變成天生罪犯 好,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就相信你了 你們願意相信我嗎 願意 長手臂 不知道要選的 21萬就交給你了 對 就交給我了嗎 加油 等一下 我選這三題 壓力好大 那我就選長手臂了 好,長手臂 OK,相信你 10 就是 5、6、7、6、5、4、3、2、1 好,手臂 好,緊張 好緊張哦 我們知道待會兒今天要花21萬 差不多都快了 快一點 小育國際的義大利法醫龍布羅說 研究義大利監獄裡的罪犯面相 並解剖了一些被判處死刑的 盜匪、屍體 後發現一些人是天生罪犯 因為遺傳上的缺陷的習慣性的罪犯 這些遺傳上的缺陷可以從外觀看起來 最常見的手臂長 那不是劉備嗎 對啊 這樣 劉備也是常常偷人家的地方啊 對啊 視力很敏銳 他下額寬大 以及弧壯的耳朵 弧壯的耳朵 但到了近代 因為這種理論沒有被考量到社會的氛圍 只單純以生理條件來區分 備受到抨擊 唉唷 第四題啦 最後一題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就不談判 二十一萬也不多 製作單位根本看就還好 看不上演 他也不跟你斡旋 那就送我們好了 沒有啦 直接第四題 跟你一決勝負 對 要不要 一決勝負啦 要嗎 一決勝負 不然怎麼辦 不然沒有 跟你出條件 你要幹嘛 你也不能不要 一種就五萬就結束 就拿五萬了 五萬啦 一個人拿五萬 不是 三個拿五萬 要五萬還是要拚二十一 當然要拚了啦 對 我們還是相信你 我們剛剛相信你 對啊 你今天有福氣 我今天就講你了 聽啦 十一萬 好 十一萬 二十一萬 好 第... 五萬把排在第十四名 他不要了 二十一萬 第九名 要決勝了 第四題 這題贏了就是二十一萬 二十一萬 第四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一 和牛 二 黑豚 黑豚 三 帝王蟹 出這種題目 這種題目 那價錢也有關吧 和牛 黑豚 黑豚 帝王蟹 我也不知道他出什麼題目 來 請出題 不只人類 連動物也會參加奧運 請問日本人 會幫下鍊哪種動物 舉辦五年一次的奧運比賽 嘻哈 我們確定要出這題嗎 人家已經嘻哈 已經出了來不及了 那個等一下 對 燈光畫了 對 荷牛 荷牛 當機 有荷牛的奧運 苦林哥有看過嗎 我這個聽聞 而且我們每次去日本 吃日本料理那種高級荷牛 它絕對會有一些金牌 各式各樣的品牌 有參加過比賽的荷牛 我一定是荷牛 我只知道荷牛在養育的過程很複雜 他要用啤酒 彈在嘴巴一邊 然後去噴那個荷牛 他要洗澡 他已經古姐贏 各樣的牌子都有 從來沒有聽過 我不知道他有參加奧運 他荷牛本身的奧運 不是這三條 就是荷牛的比賽 一個平比是不是 跟等級或是什麼的 對 很合理 苦林哥 不好意思 二十一塊 二十一塊 靠你了 怎麼可能那麼簡單啊 有看過 新文有 他們都會 太好了 不可能那麼簡單吧 他是說不可能那麼簡單 就那麼簡單 是 可是最快的 就選荷牛了 三 七 六 荷牛 好,荷牛,天啊 暫停 三 二 一 暫停 確定哦 不可能太簡單了吧 有時候故意這樣 這也是運氣嗎 小心常來 他的疑慮 不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荷牛肯牛 可能有荷牛的比賽 但未必是 對 我覺得 不是 那也沒有 可是你也沒聽過 那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也只知道荷牛 不然你就 比較素 我可能會有豬的黑豚 對啊 可是有很多 他們就會像你這樣心態 就覺得已經不是荷牛 就選錯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相信 因為他有看過 不要減了啦 藝人兩萬塊,六萬 六萬啦 藝人兩萬啦 我們不要 我們就是要贏 我們瓜哥應該故意這樣講 錯了 沒關係 就算錯我也甘心 那巴鈺你覺得呢 因為我們剛剛相信他嘛 我也相信你們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 就這樣子認了藝人兩萬的話 也許我們會拿到錢 但是我們會出了一種 榮譽感 沒錯 完全榮譽 不如 我們要跟他教學 至於對製作單位的尊重 跟對主持人的尊重 我們不可以這樣哭言了 不可以 那你不可以失敗 重新再來也不可以選便宜 你不可以失敗也要在規則內 在規則內 對 要不出啊 來 不然一個人五萬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對 總講 總講你二十五 給你五萬 來,六萬不要哦 請檢 合 合 你很害怕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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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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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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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